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路上刮过飘香 海上也硕过雷雷 在中国广袤的海洋 以及星罗旗部的江河湖泊 同样有丰富的物产 8月份以来 中国多个海域的深水网乡 开始陆续收鱼 迎来丰收季 不久前 世界首艘10万吨级大型养殖工船 国信一号洗货丰收 洗货了首批13万斤大黄鱼 记者看到 一条条大黄鱼 从船舱里被起货后 经过低温休眠 再被迅速装箱 所有的工序都是机械化流水作业 在养殖舱里 把鱼先集中起来 集中到一定的量 我们就通过洗一泵 把鱼从养殖舱吸出来 在烟台市长岛综合试验区 南皇城海域 固定式深水网乡 也在开舱收鱼 宽阔的海面上 橘黄色塔吊格外行目 正是这台塔吊 先后将30多万斤的 鲁鱼和黑菌鱼 从这个直径68米宽 深水网箱吊出 再由运输船送到岸上 现在一次吊吧 能达到28000斤左右 三天左右 我基本上就清场 在传统大黄鱼回游地 浙江温州市洞头区 仰天澳的 围栏市深水网箱 经过几年的抗风浪试养 如今已成为稳定的 类野生大黄鱼 生产供应基地 我们大概就一天补两碳 一碳补了1500斤 两碳都大概2000多斤 3000斤 然后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每一天都要 工作都要补捞 大概补捞的就80多楼 大概2万多斤 而在福建连江 这个去年刚投入使用的平台式深水网箱 也进入初渔期 由于深水网箱自动化程度高 空间开阔 每天都有上千斤大黄鱼 被商家买走 今年大分手 到两斤多 你看 这个鱼漂亮不漂亮 到目前为止 山东 浙江 福建 广东 广西 海南 这几个省份 现在再建 和已经建成的 大型的 横架类的养殖网箱 一共有46个 养殖公船 四艘 设计产能 达到2.7万吨 明镜点c